在2019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 女性角色哥哥美艳好看 男性角色哥哥威猛强悍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更新的 就是这部神奇动画《烈兽神兵》 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南北两国的一场大战中 本来双方是一个国家的 只是后来因为矛盾而分裂 现在南部的势力比北部更加强大 银行北部马上就要失手了 可是一种新型药剂的诞生 却让北部扭转乾坤 因为注射过这些药剂的人类 他们能够编译成各种形态的怪兽 可以获得贫美神一般的力量 子弹打在他们一些人身上没有任何作用 每一个变异人都行动迅捷 理大无穷 还有一些变异人能够获得更为霸道的能力 一旦被舌头咬到 就会被病毒侵入瞬间消亡 只是一只十人左右的变异小队 就将对方整个军队全部消灭 最后这些变异人被试人称为你神兵 而这些神兵的創造者 竟然是一位美丽的女子艾琳 她和队长汉克以及副队长凯英 都是就相识 三人利用研究和率军轻松地拿下了数次战争的胜利 北部士兵本来溃散的战役突然被点燃 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因为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开始慢慢地浮现出来 每一个变异人被注射药物的次数开始增加 并且身上的皮肤开始无法百分百地还原 为依稀留着变异后的物种皮肤 第一个出现问题的就是那三头巨蛇 她失去控制开始屠杀北部士兵 吐出了紫烟黑大范围杀戮 最后这个兵异人被军方残忍地被杀死 准确地说是她在被打倒后 回复一时的那一刻选择自我终结 而作为队长的汉克却不能出手相助 包括艾琳也没有预要到这个情况 根据检验后 艾琳才发现这都是因为药剂注射过多的缘故 这意味着像大蛇这样的情况还会继续发生 除非她能研究出一只药剂失控的办法 无奈 汉克只能看着你神兵所有人通知一件事 如果之后还有人失控 那么只能将他杀死 恐惧在这些人心中开始生根发芽 可失控的情况却无法阻止 陆陆续续开始从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变到连汉克都不敢去数的数字 过过到最后一场战争时 还是有不少变异人保持理智 但是他们身上的皮肤已经变得越发严重 汉克为了鼓舞他们 声称明天这场战争结束 自己就要去跟艾琳求婚 所有人都赶紧打起精神 速宅速决 好快快回来 给自己祝福 本来压抑的氛围瞬间得到了缓解 可是这个夜晚却并不太平 因为汉克被艾琳开枪打中 南北两国已经要重新统一了 可是在这之前 需要清理掉所有变异人 并且 艾琳和副队长凯因 也要在清理结束后去死 可是 凯因却叛变 对着艾琳开枪 而这一幕却被昏迷前的汉克 给看在了眼中 等他又一次醒来后 已经是两个月了 银龙汉克也念她 是一位身材火辣 且龙貌美艳的锦发女子 她却救治汉克的医生 她还告诉汉克 变异人在南北 最后一场战争的潜移馆 就全部被处理了 有些变异人遭到流放 因为不满 亦或者失控 而让人心惶惶 西日的旧国英雄 如今就成了人能喊打的 果节老鼠 想起艾琳被卡因开枪的那一幕 汉克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找到了第一位西日队友 残酷地将对方处决 最后 汉克又继续去寻找西日队友 一一将他们处决 因为大家当初都立过誓言 谁失去人性 就要遭到猎杀 但是当汉克来到一家店铺休息的时候 却有一位紫色头发的少女 恶话不说地对她开枪 幸好子弹对她没有作用 而少女的名字叫夏儿 她的父亲就是被汉克杀死 当年夏儿和父亲 还有受养的五个孩子 一起住在乡下 生活期的龙龙 可是随着军方的人来后 这个家就彻底变了样 因为父亲被军方带走 他参与了那次变异药机的实验 成为了短暂的旧国英雄 等军方带回父亲之后 却已经变成了巨龙模样 并且似乎已经无法恢复成人一样了 如果不是那幽兰的眼神 夏儿都无法认出自己的父亲 之后父亲就以巨龙的姿态 在向下生活 可是不久后 夏儿发现了父亲的食量特别可怕 家里都有些供应不足 并且村里的人都在猜测 那些失踪的牛羊 是被夏儿父亲吃掉 本来平静的生活 随着一天父亲失控 而咆哮不已 可或许是因为女儿就在自己面前 他最终恢复理智 而没有杀戮 但是村民却也给他带上了 只有奴隶和杰夏琼 才会带着铁链 也许是因为那声咆哮 隐谈了汉克 夏儿今夜目睹了一位白衣男子 傻子的父亲 所以他才会见到汉克第一眼 就开箱复仇 夏儿被汉克带走 他没有给夏儿任何解释 因为他等了许久的目标达尼 出现了 最近有不少马夫和伤人遭到袭击 传闻是被巨大的怪物敲刺 而那个怪物达尼 曾经也是拟神兵的一员 他带了一堆金币 要送给自己的母亲 可是看到这些钱 村民和母亲不是开心 而是一个个似乎留下了冷汗 那达尼也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但是随后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汉克的到来 他知道不妙了 理智突然失控 他说自己自己想要钱帮助村民 可是那些人都不给自己 做自己的人都要杀死 队长也不例外 但事实的结果就是 达尼完败死去了 夏儿无法接受 熙日的同伴被汉克这样杀死 他虽然有些舍母 但最终还是没有难住汉克的去路 而是选择跟他一起行动 他要知道自己父亲 为什么该死的理由 也想知道当年领神兵 发生了什么 之后两个人来到了牛头城 路上他们听车夫介绍 如今牛头城还处于战争时期 为此那里还建起了 一座布满机关的要塞 来到要塞前 那位金发女子出现了 原来金发女子并不是真正的医生 而是军官少尉莱萨 从他这里得知 前当做做要塞的人 正是当初领神兵的一员西奥 此时已经失去人性的西奥痴迷建造 以及能为战争还没有结束 所以不断加强要塞的牢固性 为了得到大量的建筑材料 西奥摧毁了好多人的家园 可此时战争早已平息 他的举动让很多人流离失措 汉克决定杀死西奥 可天真的夏尔却认为 只要说服西奥就好 没有必要杀死他 汉克没有过多解释 而是在夜晚 从来三拉里取来的特制的子弹 这子弹是专门用来对付便衣人的 一般子弹根本无法对他们造成伤害 之后汉克和夏尔走进要塞 但眼前的一幕让夏尔打惊失色 这里到处都是尸体 他们的死法千奇百怪 很显然西奥自作的机关很危险 为避免误伤 汉克将夏尔留在了外面 独自一人走进的要塞深处 西奥看到汉克时十分心细 他理智还没有彻底消散 还能论得西奥的队长 只是精神有些错乱 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 所以才会建在要塞 来阻止别人来杀自己 但得知汉克时还杀自己后 他瞬间变形成了牛头人 因为在他看来 自己是战争时期的英雄 不应该被如此对待 说话间 两人牛打成一团 为了杀死汉克 西奥还启动了所有机关 汉克不小心被他击到 西奥见状 拉起大腹向汉克挥去 此时门外的西奥担心汉克 于是和莱撒一起走了进来 就在西奥落刀时 汉克变异了 直见他面目成灵 渐渐变成了狼人 原来汉克的真正身份 是千年狼人 当初艾琳为了制造出千年狼人 不惜实验了无数次 最终才在汉克身上成功了 而今天正好是月圆之夜 每封此时 汉克的战斗力都会暴涨 于是接下来在汉克的进攻下 西奥战败了 在冰死之际 他不再害怕死亡 反而释然了 原来战争竟然结束了 听完战友最后的遗言 汉克拿起枪 用特制子弹 结束了西奥的生命 此时走进来的夏儿 梦督了一切 惶忽中 他好像明白父亲必须死的原因 如果是官方人员 来列杀变异人 这些变异人 似乎只能在愤怒中死去 由于变异人 对人类的危害越发严重 军方立即组建了 一只专门对付变异人的讨伐队 留给汉克的时间 不多了 他必须抓紧时间 找到西奥的伙伴 让他们在死亡之前找回初心 这才是汉克残忍试杀的真正原因 之后汉克和夏儿 坐上了火车 继续寻找西奥的伙伴 在图进一座铁桥时 城武长介绍 这是一座具有重大意义的铁桥 是南北两国重新统一的象征 同时 他也承载着人们生活日常的重担 人们根本离不开他 可刚介绍完 火车就被逼停了 原来前方是一排军人 威瘦的 竟然就是前几天出现的莱萨 莱萨向汉克 说明了事件始末 原来前方出现了一只怪物 而怪物就是汉克里身兵的战友 亚瑟 普通的炮火根本无法伤害他 根据军方记载 亚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每当他受到攻击时 都会通过自身拥有的自愈能力 快速回复 莱萨表示 即使受到阻挠 亚瑟也一直在向东移动 虽然没有伤害过人 可以暂不追究 但在这样下去 他一定会破坏掉那座 代表和平的铁桥 毕竟南北两国会统一 就是因为变异人加过战争 如今再因为变异人 而留下那把柄 就不好办了 于是 为了阻止他 就必须知道亚瑟 向东移动的目的 经过简单的地理分析 汉克制作出了计划 他命令军队加大火力 攻击亚瑟 自己则趁着火炮掩护 投跑到亚瑟脚下 然后攻击亚瑟的关键处 知晓亚瑟落点了他 轻松就让亚瑟 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 此时军队上瞎一片欢呼 他们在亚瑟身上 钉下了绳索 防止他逃跑 不过知道这巨兽 拥有自愈能力 所以还是在汉克 指定的地点 放伤了炸药 汉克没有立马杀死亚瑟 他知道亚瑟往东的目的 不过他没有跟任何人解释 导致建造铁桥的措辞方 坚持要杀死亚瑟 在被拒绝后 措辞方竟然趁半夜 打昏了军方看守 想放火烧死亚瑟 此次亚瑟已经休整过来 在生命受到威胁时 亚瑟终于失控了 那一声仰天长啸 那所有人都知道 大事不妙了 汉克等人赶来后 理疾命令计划开始 只见几个军人点燃炸药 山上的巨石滚落下来 亚瑟被砸得只能四处躲避 而汉克则变成狼人 和亚瑟展开拨斗 双方体积差距太大 这一次汉克竟然没有阻挡 亚瑟前进了脚步 不过打斗中的炸药 却不幸砸伤了亚瑟心脏不畏 他的胸前一片穴头模糊 但即便这样他能就向前行走着 他的眼睛也一直盯着东方 而天真的下 突然站在铁桥上 想阻止亚瑟 试图用真心来唤醒亚瑟 但亚瑟根本听不进去 无奈的汉克只要命令点燃最后一个炸药包 爆炸的瞬间 山上的巨石被炸开 露出了一条山沟 顺着山沟望去 那边是一片未然的大海 看到这一幕后 亚瑟的眼睛里已经没有水空的迹象 而是流出了眼泪 原来亚瑟还是人类的时候 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想亲眼看一看大海 而这个梦想 汉克一直记在心里 现在终于帮他实现了愿望 但是没办法保护兄弟 不管当初的誓言还是如今的状况 他们都无法正常地活着 连狗活都不配 在愿望达成的亚瑟终未倒下的 可是莱莎带来了一条消气 但汉克有些无法保持冷静 莱莎找到了凯因的线索 这个杀死自己心爱女人的女神兵副队长 为什么要放出这些变异人 让他们失控而遭到骂名 其实他们听说昨晚又有人被杀了 汉克赶到现场 村民们因为对士兵的敌视 怀疑汉克等人就是凶手 而汉克看着尸体上排列整齐的爪横 那顶凶手不是凯因 而是另有其人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时 一个男孩安迪跳出来大叫 凶手是恶魔石像鬼 因为昨晚他偷偷跟中石像鬼 竟也目睹了他的行凶现场 村民们根本不相信安迪 反而认为这是小孩子的胡言乱语 可汉克听完后 立刻询问安迪关于石像鬼的信息 在安迪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一座废弃的白色教堂外 据安迪介绍 石像鬼就躲在教堂里 汉克此时才确定石像鬼就是当初的女神兵中 叫托福了人 托福是个正义感爆棚的人 当初他坚决反对 签署和平协议 认为破坏和平的南国不可饶恕 就应该对他们赶尽杀绝 安迪拜托汉克 一定要杀掉石像鬼 可在莱萨询问 为何那么痛恨石像鬼时 却被安迪整股报复 所以安迪赶忙逃走 因为担心 所以夏尔就跟着跑了过去 本来安迪对夏尔 他们一点好感都没有 可是在听到夏尔说自己已经失去了父母后 安迪突然转变的态度 原来安迪也是孤儿 而安迪的妈妈当初 就是因为饥饿抢了别人的粮食 因此遭到通胀伸张正义的石像鬼的追杀 所以杀掉石像鬼就成了安迪的目标 安迪话音刚落 石像鬼就出现了 夏尔联盟站出来阻止 但石像鬼只要杀死安迪 一切都是为了正义 希望汉克赶来阻止了他 石像鬼解释自己是在除暴安娘 维持正义 当得知汉克要杀自己时 石像鬼更是放话要杀了汉克 但是他没有马上出手 而是提出在教堂决斗 石像鬼再回到教堂后遇到了凯因 凯因交给他一枚 可以剥夺变异的力量的特制子弹后 就离开了 夜晚 汉克独自来到教堂后发现 墙上悬挂的到处都是尸体 气得他变身狼人 和石像鬼扭打了起来 当汉克以为打败石像鬼时 经为石像鬼用特制子弹暗害 汉克瞬间变成了远南的模样 倒地不起 此时夏尔发现暗地偷走自己的猎枪后 立即赶到教堂 正巧碰到向石像鬼开一枪的暗地 石像鬼声称 要杀光阻碍他的人 包括夏尔 汉克见状冷痛 取出了腹部的子弹 恢复成狼人模样 然后趁其不备 偷袭的石像鬼 烟烟一息的石像鬼 能够坚持着自己是正义的 反而责怪汉克并非真的正义 汉克听完后赞同了他的想法 然后利用特制子弹 结束了石像鬼的生命 就在夏尔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却发现汉克也受到了不小的伤 夏尔急忙冲过去 可竟被凯因带来的手下 蜘蛛精伊丽莎白给抓住了 凯因表示自己是在邀请汉克参加派对的 为了逼迫汉克就范 凯因带走了夏尔 汉克无人为力 只能看着夏尔被带走 随后 各是昏了过去 被带走的夏尔 受到了蜘蛛女的匈奴 但并没有伤她性命 汉克在醒来后 就独自赴约 来到了凯因的派对 派对上都是一些不满政府 坚持要裂杀变异人的贵族 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他们恨不得变异人 违惑四方从中敛财 最后凯因终于出现在派对上 在他的后照下 伊达军变异人出场了 那些贵族看到如此凶猛的怪兽 还拍手叫号 所有凯因一声令下 那些变异人发疯似的 将在场的所有贵族 都杀了个精光 汉克见重 变成狼人和变异人打得起来 但凯因却劝说 汉克轨入自己的营队 汉克拒绝后 拿着武器向凯因撕去 谁知竟被这些变异人 给团团围住 此时军方的讨伐队 也赶来了 因为莱萨他们根据报案的线索 了解到这里 最近发生了很多离奇的命案 大多数死者 身上都没有伤痕 只有勃梗处 有两个小洞 所以军方已经猜测到了 凯因就在附近出现过 这种伤口 就是因为吸血鬼的碳 才会造成 军方带了新兴武器 让兵一天吃了不少亏 此时凯因的弟弟克劳德 急讨伐队队长 拿出武器朝凯因开了一枪 汉克也抓住机会向凯因刺去 爆炸声 随间弥漫在了整个城堡内 当大家都以为终于刷死凯因时 一股血雾聚集在了 只剩下腿的凯因四周 下一秒 凯因就恢复成了原来的模样 原来凯因 竟是血统纯正的吸血鬼 此时的他 已经拥有了不死之身 凯因生命下 蜘蛛精一一沙白 就带着夏儿出现 为了逼不汉克 当着他的面 杀了夏儿 这一幕让汉克想起 当初爱人爱临被杀的场景 一时间崩溃至极的汉克 化身为超级狼人 冲破了体内封印 释放出了手王之魂 身体也增大了几百倍之大 他的哄叫声 甚至能把周围所有东西都给吹奏 只是一叫 就将一位兵一人给收拾掉了 大战过后 现场让人简直不敢相信 而不变后的汉克 也随着凯因消失 只留下伤痕类类的讨伐队 身为女神兵副队长凯因 号召了许多变异能建立的军队 并以发展落后的 帕特里亚西部地区为据点 成立了属于他们的 新帕特里亚王国 他收服了所有 对新政府不满的民众 又拉拢了战后 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军人 以及贵族 呼吁他们战甲反抗 在他的蛊惑下 越来越多人投入了凯因回下 这些赞同凯因的人所在的城市 也逐渐被凯因吞并 深受女神兵侵害的北部政府 在得知了女神兵加入新帕特里亚后 十分惶恐 于是决定要尽快铲除所有的女神兵 上月后的总兵长克劳德 从来萨口中得知了凯因和汉克都失踪了 而夏儿也在之后回家 打很乐情地和村民们打招呼 但村民们却对夏儿的出现感到惊奇 原来夏儿并没有死 当时因为穿着用蜘蛛巾 伊丽莎白吐出的私所特制的衣服 才勉强逃过一劫 夏儿也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帮自己 但夏儿从检察人员那里得知了汉克失踪的消息 因为威胁到人们的安全 汉克被剥夺了军机 这天夜晚 夏儿所在的村庄又出现了编译人伤人事件 克劳德和莱萨接到消息后 赶到此地 祭奠完父亲后的夏儿遇到了莱萨 莱萨为夏儿能活着十分开心 在得知莱萨等人的目的后 夏儿表示自己对这一带很熟悉 愿意做讨伐队的引路人 其实夏儿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要找到汉克 在莱萨的劝说下 克劳德答应了 夜晚他们住在山里等待编译人的出现 夏儿从莱萨那里得知了 原来克劳德是位少校 并且他还是本国现任总统的儿子 克劳德表示自己天居高位 但既然单单的这一职责 他就要全力以赴杀光所有编译人 说话间 山里已出现的动静 克劳德等人顺着声音赶去 在看清莱萨后 夏儿惊呆了 这不是已经被汉克枪杀的巨龙父亲吗 夏儿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尝试叫醒父亲 但看到的只是父亲发白的眼神 和身上因腐烂而掉下了肉 克劳德立即命令讨伐队 安防炸药 戴上新型武器攻击巨龙 夏儿此时才明白父亲是真的死去了 他只是因为某些原因 导致楼梯再次活化 这才伤害了别人 巨龙离开后 夏儿回忆着父亲生前种种 并和莱萨分享着父亲的点点滴滴 莱萨十分心疼夏儿 于是想劝夏儿下山离开 可是夏儿却坚持留下 因为他想起父亲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到了要按下板机的一刻 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按下去 夏儿明白父亲不会再活过来 为了不让他再伤害别人 此时就是按下板机的时候 莱萨担心夏儿安危 于是交给他一盒专门对付你神兵的特制子弹 一切就绪后 讨伐队甩先引出了巨龙 在新型武器的攻击下 巨龙已经生恒累累了 但他体内强大的力量 冷就支撑着他回击讨伐队 克劳德健壮只好引爆所有炸弹 巨龙硬体力不知竟然飞起来想逃走 可逃跑的方向竟然是夏儿所在的村庄 克劳德健壮投出炸弹 炸掉了巨龙的一根翅膀 巨龙从空中掉了下来 想起父亲生前是多么喜欢这个村庄 于是夏儿跑到父亲面前 企图至此父亲前进 但并没有用 夏儿又想起父亲教诲 于是他扣动了带有弑神子弹的枪 在打从父亲胸口后 父亲成功倒下了 夏儿表示自己终于能和父亲 好好道个别了 在处理完父亲后 夏儿经就和莱萨等人一起行动 克劳德看在他很有魄力 能亲手杀掉自己父亲的份上 答应带他一起 此时本国总统李沙德 也就是克劳德父亲下达命令 要克劳德在三个月内 将所有变异人清理干净 夏儿独自也能来到海边 回忆着和汉科的一切 忽然间他听见了一阵悦恶的歌声 寻着歌声他来到了一个山洞 仔细一看 竟是变异人 此时一把枪抵在夏儿身后 枪主人查尔斯 威胁他别出声 唱歌的女孩表示 不要伤害夏儿 原来女孩名叫朵丽丝 是个歌手 查尔斯是雇佣朵丽丝表演的旧官老板 他责怪朵丽丝为何唱歌 因为这样会暴露自己的行踪 届时一来讨伐队就完蛋了 夏儿赶忙解释 自己是变异人的女儿 在得知夏儿的身份后 查尔斯表示 为刚刚的事道歉 而朵丽丝却只是忧伤地说 自己很久没有唱过歌了 曾经的他以歌为生 因为战争的原因 没有人来听他唱歌了 之后 他就被迫参加了变异人计划 因为来人告诉他 他的歌声在战场上很有作用 可是如今 他已经许久没有听到别人 喝采的掌声了 他是接受了鱼和鸟混合实验的变异人 即使成为了战斗英雄 再也没有人愿意听他唱歌了 因为对人类而言 此时的朵丽丝已经不属于人类的 谁会愿意听一个怪物唱歌呢 夏儿为了安慰朵丽丝 经常来拜访他 他为朵丽丝带来的鲜花和被褥 还和他聊起了很多外面发生的事 朵丽丝在夏儿的陪伴下 他很开心地度过了一段时间 那一切改来的总会来 有人举报说 查尔斯经常会出现在大海边 海边也会传来动听的歌曲 于是一群人闯进了查尔斯的酒馆 要叫搜查 查尔斯不敢和对方打了起来 但处于劣势的查尔斯最终 还是被子弹打中了 他来到山洞找到朵丽丝 要他赶紧逃走 随后便倒下了 身受打击的朵丽丝 趁着夜晚来到了城中 只要原来是朵丽丝出现了 当初朵丽丝凭借他的歌声 在战场上无所不能 在找到朵丽丝后 讨伐队的人纷纷被催眠 则是夏儿赶到 他去朵丽丝不要再伤害别人 可朵丽丝却觉得他的声音 能让身处战争的人 显如沉睡 得到宽慰 他是来帮助这些人 在北克劳德打中一枪后 朵丽丝来到查尔斯的酒馆 他会像着曾经在这里的一切 夏儿安慰朵丽丝 只要歌声动听 不必在乎外貌 他还请求朵丽丝为自己唱首歌 朵丽丝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很快 讨伐队赶来对朵丽丝一阵射杀 在夏儿的请求下 他们决定让朵丽丝 唱完最后一首歌 朵丽丝戈壁便倒了下去 在听到夏儿的赞美后 沉沉地睡了过去 可很快 奈萨带来消息 他们知道了 你神兵队长汉克的行踪了 据说汉克出现在中央山脉一带 于是克劳德等人准备前往于此 而此时的汉克正拖着疲惫的身体 穿过大雪丰山的山脉 不知道走了多久 汉克支撑不住会脑过去 睡眠中汉克仿佛见到了之前 所有被他牵手处决的便衣人 那些便衣人哥哥不满汉克 指责他为何要杀了自己 仿佛有着天大的圆区一般 汉克被这些埋怨声吓得从睡眠中警醒过来 然而醒来后 汉克仍旧坚持告诉自己 一定要完成当初在你神兵 许下的誓言 谁知道才刚站起来 对面一阵强风扑面而来 原来是便衣人第一拳家母出现了 家母言名罗伊 当初也是女神兵的一员 他恶话不说就对汉克打打出手 还咬伤了汉克的手臂 家母责怪汉克为何要拒绝凯因的邀请 他认为汉克不应该执作于过去 而凯因同样给家母下了命令 如果汉克没有同意凯因的邀请 那家母就要杀掉汉克 而汉克在得知家母的来业后也表示 他要履行当初的誓言 一旦有人失去了助心 那么身为队长的他就要亲手结束这个人的性命 然而家母根本没有把汉克放在眼里 因为此时的汉克早已伤痕累累 战斗力也大打折扣 家母来势汹汹势必要杀死汉克 汉克企图用家母的本名罗伊 来唤醒家母的初心 谁就要听到罗伊这个名字后 家母暴跳如雷 一月二季和汉克大战起来 初一下风的汉克 陈其放了一枚炸弹逃跑了 陈其逃跑的汉克没能跑远 只躲进了大树后面 很快 克劳德等人也踏上了这片雪山 因为克劳德曾发誓要把汉克抓到 夏一想到这里心里就发慌 担心万一此时 汉克和克劳德撞了个正面 该如何是好 而此时家母凭借灵命的嗅觉 找到了藏家的汉克 两人因此又打了起来 谁受众伤的汉克无法变身狼人和地狱卷大战 被对方狠狠地打倒在地 而此时天亮了 没想到地狱卷却离开了 因为他只想和变身后的狼人大战 于是他期待下一个晚上的到来 此时的克劳德也因为赶路而疲惫不已 在追踪汉克途中昏倒了 大家只要带着他来到要塞休息片刻 醒来后的克劳德得知身上中 有汉克和另一位变异人的总体后 但和他体力不支 只要把指挥权交给了副队长 自己则继续留在要塞休息 此时夜幕降临 倒在雪坡中的汉克 梦到了自己被很多白色铁链锁住 是凯因出现救了他 让他变身成了超级狼人 谁知下一秒 毫无人性的他竟然朝着铁链那头的艾琳 猛扑过去 吓得汉克警醒过来 今晚正好是月圆之夜 站在树上的第一犬早已等候多时 此时的他只想和变身后的狼人汉克 来一场真正的搏斗 眼前汉克醒来 他又发起了挑战 让汉克和自己决斗 汉克只要硬着头皮和第一犬战斗起来 在成功激怒第一犬后 第一犬发光帮人将指甲刺进了汉克的胸膛 一时间汉克的脑海里 闪现出了那些曾经惨死在自己手里的编译人 甚至还有爱琳 正着月色 汉克成功变身成了狼人 第一犬十分欣喜 谁知下一秒 他就被狼人给胖揍了 内心的痛苦 让汉克发出了巨大的吼叫声 随着这声吼叫声 汉克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此时地狱犬继续刺激了汉克 并且狠狠地踩下汉克的胸膛 因为听到汉克的叫声 讨伐多人也寻声赶来 他们疯狂奢击着地狱犬 谁知一发炮弹竟然打在了汉克旁边 躺在巨崖边的汉克 因为雪上崩塌的原因 随着大雪一起掉进了悬崖 地狱前看着瞎坠的汉克 想起了当时的自己 那时候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士兵 因为饱受战争的摧残 他早已没了当初保笑国家的热情 一次战争后 不知道是死死活的他被爱琳发现 注射了无数次疯狗的基因疫苗 导致他成了现在第一犬的模样 参加变异计划后的家务 能救抗拒战争 但是在对上汉克的鼓舞下 他们成了最佳搭档 汉克在前冲锋杀敌 家务就在后面保护汉克 守护汉克的后备 两人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回忆还未结束 讨伐队就开枪 射杀地狱犬 伤害内内的地狱犬 转身躲过了持冰的子弹 然后向讨伐队们飞扑过去 而夏尔则不早何时 已经离开了军营 找到了受伤的汉克 汉克醒来后 惊讶夏尔能救活着 之后夏尔则将自己 所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了汉克 包括复活的巨龙父亲 夏尔表示 自己亲手杀死父亲的时候 就明白了汉克的所作所为 可是此时的汉克却迷茫了 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 已经失去了初心 甚至躲为野兽 被他杀死的队友 真的会得到救赎吗 他开始否定自己的所作所为 汉克甚至请求夏尔杀了自己 夏尔摇头拒绝 汉克随即走出山洞 想要和第一犬来做个了断 而此时讨伐队死伤惨重 队长克劳德德自此事后 尼玛和莱萨赶来参加了战斗 就在大家都以为 第一犬战败逃走 而战斗停止时 讨伐队又遭到了第一犬的攻击 副队长以自以为诱饵 吸引了第一犬的注意 就在第一犬要杀死副队长时 急忙赶来的克劳德 带着火炮 趁机攻击了第一犬的要害部位 见情况不妙 第一犬随即逃跑 谁知道他又在小湖边遇到了汉克 汉克表示要和他做个了断 但第一犬能就很看不起汉克 汉克故意激怒了第一犬 所以由第一犬向汉克扑来 而此时汉克的手里拿着一枚炸弹 原来汉克想要和第一犬带个同归于尽 可谁知夏儿突然出现 跑到汉克面前 向第一犬开了一枪 夏儿表示汉克能就是人类 他不应该忘记自己的誓言 在汉克没完成誓言之前 他不应该就这样死去 如果有一天汉克失去了人性 那夏儿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朝他开枪 汉克听完后顿时收到了鼓舞 他丢掉了手中的炸弹 而地狱犬展开了一场真正的较量 直接汉克用他的锋裂狼爪 刺钻了地狱犬的心脏 在对方恢复成人类模样时 这场大战也终于结束了 而此时克劳德等人 也带着讨法队赶了过来 汉克看着倒地的地狱犬 随即拿出了带有尸身子弹的枪 结束了他的生命 所以汉克告诉夏儿 地狱犬之前是个很开朗 很会活跃气氛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 夏儿一定会和他成为好朋友 夏儿听完后 开心地笑了起来 但此时 在一旁观察取救的克劳德 却上前表示要逮捕汉克 克劳德在抓到汉克后 笔吻其他编译人的下落 但汉克却表示一无所知 因为真正率领编译人的人 是副队长凯因 而凯因带领了国家 建立起了一座巨大要塞 目的就是攻击北部国家 北部总统得志后 立马下达命令 要求克劳德等人前往要塞解决隐患 因为目标一致 于是克劳德在夏儿的建议下暂时接手了汉克 双方暂时达成协议 一起先解决掉凯因 于是汉克就被伪装成了普通士兵 除了讨伐队来到了要塞 负责要塞战略的指挥官马丁 向克劳德等人讲述了情况 原来还没有开始参加战斗 很多士兵就遭到了暗害 而派取了侦察兵 也被一个人头马深的便衣人给消灭了 对方的剑法水稳了得 擅长防御和精准射击 听到这里 汉克立马就确认了这人的身份 他立马提出要在夜间袭击凯因的要塞 因为夜间光线问题 人马的射击精准度会下降 他一定会选择近身搏斗 果然如汉克所想 人马竟然真的从树林里跑了出来 选择用武器近身击杀士兵 汉克见状变身为狼人 将人马引入了原先设计好的现行里 果然人马中计了 士兵们增加火力 朝人马射击 直到人马昏了过去 汉克拿出四神之枪打算结束人马 谁知下一秒 原来之前的人马曾被吸血鬼凯因咬了一口 所以也获得了凯因的一部分能力 不死资深 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不死 只是治愈速度快的让人害怕 人马之前是暂停医生 他曾目睹了很多士兵惨死的现状 然后渐渐的 他觉得自己对士兵的救助没有了任何意义 因为士兵终会死去 于是他开始怀疑自己作为医生的价值 直到他参加了变移计划 开始替士兵上阵杀敌 他仿佛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醒来后的人马脱身离去 人马都没有在路面 这直接给了克劳德等人机会 好好搭建能作战场地 马丁指挥官下达命令 一旦站好准备好就开始作战 第二天 所有人都整装待发的参加了战斗 汉克带领其他士兵 冲在前面紧身作战 战斗持续到了黄昏才停止 谁知埋伏在要塞周围的北部士兵 竟然遭遇了消失多日的人马攻击 人马冲出包围后 竟被汉克以强刺中 所有汉克引爆炸弹 炸掉了人马的半边身体 但下一秒人马的半边身体 又奇迹般地自愈了 人马叫嚣着 当所有人都发出悲悯的声音 于是他不停地残害着士兵 此之汉克化身成狼人 向人马狂奔而去 而远方的指挥官马丁 用望远镜看着发生了一切 随后 他看了看自己旁边的一个箱子 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而卡因阵营的变异人 蜘蛛精和小罗莉 竟然来到了一处墓碑前 然后放出了一团黄色气体 随即 一只黑色的手就从坟墓周围 掳了出来 而在战场上 汉克能就和人马在打战着 直接汉克一个被摔 将人马摔倒在地 随即用兵器刺穿了人马的心脏 汉克健壮发出信号 守卫官接到信号后 立即并领士兵火力全开 射杀人马 人马的身体被炸得面目全非 但人马的身体竟然又迅速地自愈 汉克健壮再次拿出弑神之枪 突然一阵紫色的烟雾袭来 人马被紫色烟雾包裹后 自愈的部位开始腐烂 他失去了再生能力 而旁边的士兵们 也因为紫色烟雾同样 藏尸了性命 汉克意识到 这是当初只有你神兵三头蛇 才能放出的紫色烟雾 可是当初三头蛇 已经当在大家的面自杀了 这烟雾从何而来呢 原来这就是马丁那神秘箱子里的东西 马丁解释 这是从三头蛇的尸体上提取出来的 而放出紫色烟雾的命令 也是总统下达的 这种业务能迅速挖解变异能的能力 因此 人马迅速变成了一滩 发出真诚恶臭的浑水 汉克见状 只要一将解决了他 而此时的凯因 早已落到了克劳德军队的后方 袭击着正在作战准备的士兵们 直进凯因回回首 一群士兵就被抽干了血液 而倒地身亡 所有凯因还大摇大摆的 出现在马丁等人面前 士兵们见状 拿武器 扫向凯因 此弹透过凯因的身体 可他却毫发无损地站在那里 反而是那些士兵被凯因轻松地反杀了 凯因夹出了马丁的脖子后 并给他吃了一瓶紫色腐蚀剂 马丁一瞬间就被腐蚀成了一缕烟 之后凯因又抓住了克劳德 汉克见状向凯因袭带 成功救下了克劳德 但凯因却并不以为难 原来凯因和伦马只是在拖延时间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北部军队的全部火力 然后和南部军队联盟一起去讨伐北部的首都 也召唤出了许多丧尸 袭击了南部国家的各个城镇 很多南部领导人都惨遭杀害 为了保命 南部国家不得不答应和凯因一起讨伐北部国家 面对汉克执意要阻止凯因的计划 凯因能就不厌其烦地想让汉克加入自己 汉克脱下外衣 化身狼人和凯因展开决斗 但无论汉克怎样在凯因身上留下伤痕 伤口最终都能自行治愈 最后凯因利用分身迷惑的汉克 成功打伤了汉克 只是天已经亮了 汉克再无法化身成狼人 凯因能就不死心地劝汉克 加入自己的军队 夏娜健壮 跑上前扶起了受伤的汉克 这一举动成功激起了凯因的愤怒 因为这让他想起了当初汉克和爱琳的样子 于是凯因立即向夏娜冲了过来 汉克健壮用手臂挡住了凯因 一团白雾生气 汉克化身为终极形态 只是这一次他保持着能行的状态 随后又和凯因打得起来 最终凯因被汉克狂虐不止 凯因眼见自己的要塞已经被攻占了 所以他只能给汉克留下一句 来日再见就离开了 最后凯因利用变异连的势力 建立了更大的国家 将西部和南部全部垄断 目前已经成为了实力最强的一个国家 而另一边 汉克带着夏告别的军队 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不过他们的目标依旧是阻止凯因的阴谋 最后凯因来到了关押爱琳的地方 原来爱琳并没有死 而是被凯因藏了起来 凯因拿出能量值对着爱琳说 世界将会引来一场巨大的散难 那么卡因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或许只能等待第二季的更新吧 其实整部动画出现的怪物 都是西方神话的外貌 如果光从画风和动作来看 整体制作真的还算挺优秀的 不过威族在设定上 有些让人迷惑 因为既然可以将人变成怪物 那么或许也有将人恢复成原样的办法 从视身子弹可以二只变异来看 这种说法完全就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男主汉克就全程只想着那个誓言 而没有想过去找解药 然后一路从第一季杀到最后一季 显然第二季还有可能继续杀 这让人难免会有神魅疲劳 纯粹为了打而打 加上爱琳的死对汉克的冲击很大 于是便容易让人认为 所谓的誓言不过就是一种借口 汉克就是想提为婚妻复仇 虽然为罪魁祸首的 本应该是军方那无情的决策 于是大多数人都跟着男主的三观走 却忘了凯因的做法也并无错 毕竟是军方先想要杀死 并已能在先 哪里有压迫注定就会有反抗 难道不想死就成了所谓的失去人性吗 前期的剧情走势挺好的 可是到后面真的有些乱套了 虽然有则一丝大剑的影子 但是对于大剑的差距真的太大了 不过这种反战思想倒是挺好的 毕竟男主中就是不愿意再发生战争 虽然前面吐槽了不少 但看完全剧以后 其实拿来做推荐还是不错的 起码战斗方面还是挺好的 并且配乐也挺好听的 整理感觉其实还挺啊 不知道你们对这部番剧有什么看法 不妨在评论区说看看 我是少年 又有名的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能为小熊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